有條毛利寫信來問阿爺,說好多香港老爺騙政府。 就算東窗事發,最多判手行為,永無洗楚花廳。 好像早前有個死婆,老公釘救了二十年,照樣騙住原本大屋。 正說又有條死老爺騙了政府乘三十四盆水。 一句無銀紙幻,有代代平安啦! 阿爺今年八十有七年,有沒有想下去騙回公屋和中環? 阿爺說真是不信任你! 阿爺雖然都是大陸理,不過阿爺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已經來了, 一日都未被共產黨管過, 完全沒有中國國的有獨的共產思想, 老女仍然是傳統中國思想, 老女仍然是傳統中國思想, 自己有手有腳,做什麼事要欺負人家? 阿爺奉勸那群唯恐天下不聯, 整日搞你搞老國的社工, 那群專幫壞蛋走法律的流氓壯士, 同那群有法不依的獨職法官, 人在做天在看,看下你們將來如何收場! 阿爺!